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第五次大雷九势力,放弃跟距离进行转移,几乎已成为必然,那么,从哪里进行转移? 东、西、北三面接敌,而南面乃是越北,正是南天王陈济堂的地盘,陈济堂与蒋介石看似是一条船之人,实际却是个怀鬼台,陈想要战山北王,而蒋却想要将广东嫩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。 陈济堂因此,中央认为,红军尉由从南界到陈济堂的地盘转移,才是最能拓的方案。 事实上,在第五次围剿实施前,蒋介石便已经做好了一十二秒之计,蒋有意将包围圈设置成北众南清之势,企图将红军赶入越境,令陈济堂和红军拼斗,他也好作胜于翁之力。 陈济堂也非擅长,对于蒋介石的用意也是清水明镜,战斗打小钱,他曾对部下这么说道,咱们与红军交战,是输不得也赢不得。 若是输了,红军入越,老蒋说,我来替你讲,广东就是老蒋的了。 若是赢了,我越军疲弊,老蒋趁虚而入,广东还是他的。 陈济堂 陈济堂召集部下,集赐广义,最后想出了一条妙计,类松出镜。 什么意思? 陈济堂给部下如此下令,你们就在红军必经军路上造工事,且计不要封锁包围圈,赶红军留一条后路。 红军路过时,你们知己其好位部队,一紧早送客,陈济堂虽然对这一计策颇为自信,然而还是担心红军会趁势而入,打他一个措手不及,到时赔。 那夫人又折兵,可就得不偿失了。 那么,怎么样才能让红军明白心意,和屏蔽通过越境? 想届时陈济堂想来想去,还是决定与红军进行谈判,陈济堂命人秘密地给周恩来送了一封信,信中这样写道, 我准备派黄冤桓等三人为代表,希望你们太阅干胜军区司令员和长工为总代表,进行谈判。 周恩来收到来信后,统一与陈济堂进行谈判,并任命和长工,潘汉年为谈判代表,于10月6日,前往慧昌县白布镇。 当时,陈济堂安排了一顶大校,命特务来这里接合长工二人,和长工,潘汉年上了大校,由此务抬着前往母的地,巡逻线罗塘镇。 陈济堂非常注重保密工作,他派了心腹干将年英语筹办此事,并严密封锁消息,保证何长工,潘汉年二人的安全。 何长工第二天上午,双方代表进行了谈判,达成了五条协议,总结起来,就是顾不侵犯,顾帮库助协议。 陈济堂得知谈判圆满结束,不由得大喜过望,甚至还下令给红军拨了十万八子弹。 此后,中央红军进入越北,陈济堂下令为红军让出了一条宽似是华里的通道。 就这样,红军有惊无险地通过了三的封锁线,就在红军通过第三的封锁线后, 叫解石才意识到,被陈济堂摆了一道,马上下了一道严令,要成立即出兵追击。 陈济堂一面下令伤毁与红军的谈判记录,一面命人甲义追击红军,紧紧追到了。 蓝山一带,便撤回了广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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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参后休暮走吧。 蓝山一带,便撤回了广东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